各講各的 所以就很模糊 沒有一個共識 這樣子如何處理問題 韋哲 這個其實黨內已經出現了 一個問題各自表述的狀況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 這樣講算是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我這樣講是勞失 非常對 但是非常不好 不是 我還沒講 你要聽我講 不要斷章取義 千萬不要斷章取義 就叫機民不贏 他等一下辦公室發言人 就要出來開記者會 不能斷章取義 我意思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已經講了 包括總統府也講 外界對於賴清德市長的講法 是有點斷章取義的 其實賴清德的三段論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說我們這個如果 你的三段論指的是 親中愛台 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嗎 他說 他說九二共識不是問題 然後一個中國才是問題 他不是這樣 他說一國兩制 還是一國兩制 不要斷章取義 還曲解約定 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問題 太早了 你不能替他講話 你不是市長 我不能替他講話 市長不是這樣講 我也沒有替他講話 而且你不能講錯 你不能講錯 我現在要提的是 台灣你剛剛講說 大家各自表述 一個問題各自表述 可是問題是 你要國台辦是聽得很清楚 他對賴清德所謂 一國兩制才是問題 所以說國台辦認為說 原來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有講說 他是主張台獨的 他很清楚的講 我就是主張台獨的 不管是那個時候 你講的親中愛台 或是說這次所講的說 九二共識不是問題 他已經很清楚表述了自己 所以國台辦認為說 你一個主張台獨 你在講這個什麼 九二共識不是問題 不管台灣的媒體 多麼的斷章取義 但是國台辦聽得很清楚 所以沒有表示讚賞 當你的敵人不表示讚賞的時候 你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賴清德這個講法 而且他選擇 因為在美國待會兒 其實那個地方的台橋的屬性 他選擇在一個深慮的地方 在台橋匯集的地方 然後講出這個話 現場還是掌聲